哈囉 大家好 我是徐瑋銘 對我來講最健康的瘦身方法就是 在該吃的 該吃飯的時間吃飯 早餐吃得像公主 中午吃得像皇后 晚上呢 就不要吃了 對 因為我身體已經習慣了 如果前天晚上吃多了 隔天就全部都卡住了 剛開始在減肥的時候 兩年前其實是沒有朋友的 因為晚餐就是都是直接回家 然後跟朋友聚會都是下午茶 或者是中午吃飯 然後但現在慢慢的就培養了一批 自己培養 培養了一批就是可以吃早餐的朋友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說 朋友的聚會或同學的聚會 都是改在早上的時候吃早餐 或者是吃早午餐 然後晚上的話 如果真的有飯局不得已 就是到現場去聊天 然後喝茶 然後不吃東西 可以吃的時間內 就是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沒有特別經濟 呃 游泳 然後有氧運動 跟那個就是附近訓練 無論如何 我一定會在 我該吃東西的時間內找東西吃 就算沒有放飯 我也還是會自己身上會隨身攜帶 或者是說自己可以帶水果 連霧跟火龍果 其實他們都是可以有飽足感 然後但是不會發胖的水果 現在如果早上早期沒有吃到早餐 就會覺得一天沒有開始 看我的工作是幾點 然後但如果沒有工作的話 我差不多也都是十點起床 然後十點半去吃 然後吃完早午餐之後 可能中間一兩個小時 可能譬如說四點前 再吃一點點小東西 顧午不時是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這個方法對我來講很有效 但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但是如果你想試著看看的話 那就是早餐跟中餐都盡量正常吃 然後晚餐的話就盡量清淡 或者是不吃是最好的 哈囉 我現在人在巴黎鐵塔的正前方 然後我們今天的工作是拍攝封面 然後今天一整天都感覺非常夢幻的感覺 因為在一個就是你知道我站在這個地方 然後有拍吉卡 然後我眼睛看著那個巴黎鐵塔的時候 都覺得好不真實 就是天啊 我現在終於在巴黎了 而且卻在我心裡面就是一直很想要看到的巴黎鐵塔面前 所以一整天對我來講 就像是你知道在童話故事裡面的感受 這次的拍攝我覺得 算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不只是我覺得可以穿得到就是真的很漂亮的衣服 然後跟一個動作非常迅速的攝影師合作 對我來講 我覺得他們還是很 在工作的時候是很認真的 因為我總是覺得說 我法國人這樣就是 啊 大家好 就是很你知道很鬆 可是他們其實在工作的時候是很有態度的 然後他們會很清楚告訴人 他們會想要什麼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你 震撼 震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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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天穿了几套衣服下来 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喜欢那种 很自在很自然 慵懒的那种眼神表达 所以我想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法式风情吧 像我觉得我在跟大家聊天讲话的时候 尤其是就像我刚讲的对陌生人 我其实还是太慢了 我其实有时候是需要很快速的 你知道一直鞭策自己 要赶快进入那个状况里面 这个我觉得是我目前 还需要再更加把劲的地方 然后 对啊 还要让自己放松一点 我不会忘记我爱上她的那一天 我还很年轻 我很确定 这是她从纽约带给我的礼物 她说要捕捉现在一样岁数的我们 因为再过不久 不会以七倍的速度老去 这些短暂珍贵的片段记忆 只能暂存在这里了 虽然我听不到 但在我眼里 你高兴或你不高兴会有很多颜色 但黄色的光是她 黄色中的绿色是你 你想起我时 头上会盖满出我的脸 好多好多不同的我 这样我就会知道你正在呼唤我 我来到你钟爱的城市 走过你来时的路 想象和你做着一样的事 就能和彼此连接 即便在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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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